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虎豹獵奇 剛剛的片段是第二季的中國好聲音 其中的參賽者就是Simon哥、鍾偉強的片段 真心說,我不是真的兔武子 我這個節目做了兩季,差不多半年時間 我從來沒試過約到一個嘉賓這麼興奮 由你答應我那一刻開始,我真的覺得很興奮 因為我是在第二季開始看《中國好聲音》這個節目 但實際上,我看到幾季後,我沒有再看了 當時我們去唱歌,我再說前一點 汪峰說我們再玩一隻Beatles 我選了The Hey Jude 大家安排了,我就跟北下一組 之後我看到北下是很depressed 有些很失落的感覺 我們走過去跟他聊天 我問我什麼事?你突然這樣 他跟我說,其實我們國內的人 是把《中國好聲音》這個歌唱比賽 放在我們的事業上很重 我希望能夠再走遠一點 但是他說,因為其他組員 在汪峰組裡面,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這個淘汰賽裡面碰到我 當時他真的這樣說 其實他們覺得他們再進級的機會很微 然後他還抽到我 還跟我唱這60年代的英文歌 他說,我一定死定了 我後來跟他說,人生有很多機會 就算這個機會突然沒有了,不要緊 只要你繼續努力去做 你會有第二個機會再出現 還有,你相信我呢 我們今次上來做這個節目 唱這首歌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視頻 能夠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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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有人看 有人摘 這件事已經是無價寶 我令我最驚訝的是 當我離開舞台的時候 當然你也看到我 汪峰宣佈了,阿北夏 其實我不緊要 我上來這個舞台 我只是抱著這個心態來玩 我下台,我一看上去 你見到我一個鏡頭看上去 全部人都在哭 我呆了話,什麼事 我當時中國好聲音 不知延遲兩三個小時 在YouTube才有看 那時候我看 很厲害,搞錯 因為大家是接受不到結果 根本是不能抽 大家都不要緊 是很享受那幾個分鐘 真的很享受 到後面的故事更加好人情 真心說 後期成為經典 亦都是因為北夏對你有情 你又對他有意 你才延續十多分鐘的版本出來 這個更加經典中的經典 成為了這首歌 因為你看到這就是人性 因為我們在一個多月的時候 我每天早上跟她研究 汪峰怎麼唱 在音樂的分享 一起吃飯 一起聊聊大家的生活 我們結納了一個好的感情 當然 他宣佈了 他贏了我 其實他是不相信的 你看到他哭到豬頭 我們沒有機會 我們沒有機會說話 一個行東一個西走 我們就走 走之後他真的走過來 有三四十米這麼遠 我自己都欣賺 真心我事前預測 三文哥你應該去到汪峰組的四強 即是冠軍我不敢說 但是在那一屆來說 真心我自己都覺得 有很多賽果是很反常 譬如說 藍英組的姚惠娜 講實力是 你不可能不冠軍 剛好在這個韓庫天空的表演片段 中國很小心看到 他一看到 他很快就打電話給我 中老師 他們叫我們中老師 中老師 你可不可以 那邊不要參加 我們這個中國好聲音 我們很受歡迎 你過來我們這邊玩 我便說 對不起 第一 我們香港人不會這樣做 我們先玩這個比賽 玩完 我輸了好嗎 我淘汰了之後 我再考慮其他事情 我不會無緣無故 走到去 我不會這樣做 說真的 你們的比賽真的很長 很累 我說真的 我要先想想 你明年才找我 其實我是耍他 我真的叫他明年找我 所以我沒有走到 於是繼續玩下去 其實這個我都可以說清楚 這個比賽的基準場向 其實都有點火花 其實我去到最後 去到五強的時候 我很想唱一首英文歌 他答應了給我唱 但後來英文歌也很厲害 誰知道有個監製 Jafit那個 他不讓我唱 我們是說明的 有些歌曲我選擇 其實國內的比賽 很多時候的歌曲都是大會選擇 因為我的普通話不行 我就懇求他們 你不介意讓我選擇先 你覺得OK 大家一起玩 不要怕我們再談 大家有個對決 誰知道他不讓我唱 我就說 我知道因為那首歌 我會唱得更加狂 和爆發的時候 真的有機會 如果我拿不到冠軍 那些人的聲音都很大 我當然有感覺 這個是我自己的感覺 他不讓我唱 我再跟他說 其實冠軍的得失 我看得很淡 我要不要都無所謂 我來享受舞台 我就一定要唱 你給我嗎 他說不給 他說不給 他就說 因為那些歌詞 我們國內有很多是拿刀 我會殺你 那些人不給 不給唱電視 那我就說 那些歌詞 那我就說 那些歌詞 那我有很多歌 其他唱的歌 那些歌詞 都是有類似激情的歌詞 那我就覺得他耍我 那他耍我 然後我就說 OK不要緊 大家好頭好味 那時候我已經休息了 我打算離開了 但我和你唱最後一部分 我再唱Hotel California 我唱完之後 我就離開了 你不要讓我過關了 我不可不再來 我要輸的 我明白我要輸 你不要讓我再走 後來他們都很無奈 當然你知道那時候 我已經成為激情唱歌 追上歡迎的人 他們很難做 我說我決定的事情 我就不再回頭了 我唱完Hotel California 我就離開了 結果 你不讓我走 我這樣 我第二天一早就收拾東西 我就坐飛機走 我不用你給我機票 我自己收拾你走 那身邊他OK 大家說好來好就算 結果我就拿第五名 說回來 中好兄 到第二年 他真的打電話給我 他問我 中老師你現在在哪裡唱 我說我在廣州 我們過來看 可以嗎 我說可以 我真的想他去玩 所以就過來 過來之後 他就跟我談 他說我們這一屆 新的一屆 我很想你們繼續玩 我說我試過你們的比賽 你知道香港以前的比賽 沒有那麼長 真的 真的整個半年 如果你是走遠的話 對呀 你又要回不到工作 又要在酒店 又要在酒店 又要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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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通常一定是你選擇 那我就說 Sorry 我真的有很多東西 我不是很喜歡 他問他 除了這些之外 他問他 機票 酒店 花時間 之類 結果 他每件事都答應了 他每一天都補貼一千元 給我 三餐無休 巴薩說我要住五星級的套房 其實我長說 我打算難為他 你根本就趕他離開 我上來的時候 可以坐頭等機票 我說這些 其實我不是貪 什麼 只不過我想耍他 根本就是想耍他離開 結果他真的說 當時他沒有答應我 結果他就說 OK 好 我呆了 我心裡好了 你讓我想想 我回香港 我跟女兒一起吃飯 他說你去吧 環藝哥比賽都玩完了 他就再玩一次 沒有所謂 香港人不知道 那時候激情上海 香港人是真的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他就說 不要緊 書爺就當他旅遊 他又說 我找人帶你走長城 找一個導遊帶我到處走 他說OK 走西湖 不是長城 那時候在上海拍 也好 我打算 一擠輸了 沒有所謂 我還有一個項目 就說 唉 我不知 再說 他說 我不海選 那時候有海選的 他有二十多萬人 報名很大 說真的 真心 如果你這樣打電話給我 我無理會浪費時間去海選 我就說我真的不去海選 總言之 但我可以和你補拍片段 結果他就OK 給我 這樣做 還有 你也這樣說 他們在國內的比賽 他們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 他們人很多 分散不同的省份 去找一些他們認為唱得好的人 來參加這個比賽 變成他們的水準就高了 這個是他們很成功的地方 當年真的 他在周圍不同的地方 我就覺得這麼厲害 是 他們是職業歌手 年輕到十幾十六歲 去到你三文哥這麼大年紀 又有 你怎麼會找到 嘩 整排都厲害 水平都不差 對 對 他們那個人力物力的資源 很充足 這是我很欣賞他們的 這樣就去玩 他們做得很好 好玩